又是出来去网络的一天 走吧 看看这家公司 我的卡顿又是什么原因 我言为这边会有那么些难度 但是我一进门看到热路去 我就大概知道原因了 后面我又去看了下他们电脑 发现这些电脑还是无线网卡上网的 那就没错了 他们想要网络稳定的话 那么只能拆网线了 还有这种家庭路由 你带几个人还是可以的 但是像这样带这么多台设备就不行了 我过来之前正好说了一个和他类似的情况 但人家那边比这里靠谱多了 起码所有电脑都拆网线的 那边具体卡的原因 我们就听一下客户的描述吧 打开的那个要进去的那个网页 就会一直在转 一直转圈是吧 人多的时候还是说人稍微这样 人多的时候 如果两三个好像没有太大 那就是超过五个人以上就开始了 嗯 那和我判断的一样 跟不上 硬件跟不上 大伙听到了吧 两三个人没问题 超过五个人以上就开始卡了 他们网络卡顿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用了这种家庭路由器来办公 不过那边的客户挺爽快的 听我说完就马上换了一个小型的企业路由器 新的路由器装上去后就再也没有含卡了 至于这里嘛 不光客厅有十几台电脑 就连房间也有电脑 要是再加上手机的话 这部卡报才怪呢 当时我还抱着希望 以为会有一两台电脑插的网线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增加交换机了 哪成想 这边全部的电脑都查五线网卡的 而且这种网卡 还是不是只是5G那种 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网卡 没想到它居然还是歪的 这怎么行 当时我就和他们说 要拿网线这事 但是那边的副子人就不答应了 副子人和我说 这边的公位后期可能存在变动 拉线是实在不方便的 而且这里是他们刚搬来的 在没搬来之前 他们这些设备用了大半年 从来没有卡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搬过来后才卡得不成样的 有时候卡到几分钟才能打开一个网页 所以他判断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可能是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 才导致这么卡的 但是客户的话 你只能信一办 我就想知道 目前的情况 像不像他说的那样 几分钟才能打开一个网页 我那里面有个WiFi6的路由器 要不拿那个出来装 等一下先打开网页 还行 打开网页还行 大会看吧 打开网页还是比较流畅的 并没有像他们说那样 打开个网页 要几分钟才能加载出来 然后我又看了下电脑的连接速率 当前的信号还是挺不错的 有150兆 这也排除了 信号弱导致网络卡顿的原因 后面我又拼了大包 测试一下网卡的稳定性 我看了下拼的延时时间 发现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只要不是几百几千的 那么打开一个网页就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他偶尔丢几个包也算是正常了 毕竟无限不稳定的信号实在是太多了 更何况还是这种便宜的网卡 当时我就随便拼了个外网 检查一下外网的连通性 当时我拼这个外网 他丢包就不对劲了 这种丢包率有点高了 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 也可能是我拼的外网 他有问题 后面我又拼了另个外网来验证一下 待会看吧 第二个外网是没有丢过任何包的 那么只能说明 我开始拼的外网 他的链路不稳定 如果要是两个外网都同时丢包的话 那么才能证明 这边的网络存在问题 这里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一来 没有和他描述那样 几分钟才能打开个网页 那是因为当时是周末 没有人来上班 路系压根就没有几个人连接 所以当然不会卡了 要是这里全部的设备都在办公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 网页打不开的情况了 后面我又提出几个不限的方案 比如只要从这里走一条明线 然后在办公位下放个交换机 后期不管怎么变动 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这边的负责人 还是给你拒绝了 遇到这种情况 你最好就撤场了 但是为了给一些同行提供参考 这边我就给他尝试油画一下 看看能不能改变些什么 但是这种油画我是不收费的 因为我知道很大概率是解决不了的 我刻意把这些案例分享出来 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一下 当时我知道他们光猫是路纹模式 于是我就把光猫改成了桥节模式 让路纹气不好 看看这样网络会不会更加的稳定 把光猫改成桥节的步骤 我就不说了 因为之前我发过修改光猫的视频 但是有些人瞎改 搞洞网了 还会过来骂你 光猫改桥节完后 接着就要改路纹幕号了 但是他们这里 把管理员的密码给忘了 我真的他们同意 我就给路纹还原出场了 路纹调整内容也很简单 进来后台 就要求你填写新的管理员密码 填写完毕后 下一步就填写宽带战略密码了 一般这种密码 光猫上头会贴的 再下一步就填写WiFi名称和密码了 到我填写完毕后 就可以上网了 后面我发现 他们还有一个多余的路纹器 当时我看一些电脑 距离WiFi比较远 于是我就给它利用上 当时左边这个工位 正好预留了个网络面板 我就把路纹器安装在这边 一些距离比较远的电脑 就可以连接着路纹器 这样多少也分担了 主路的一些工作量 后面我和他说 如果还是卡的话 就和我说一下 但是隔了一个星期 他居然没有找我 然后等我上次一话 就真的给姐姐了 于是我就好奇问了一下他 当我看完 这种除了插网线和换设备 就别无他法了 所以待会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收钱了吧